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新科技节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深海钻井技术 一直是国际上公认的难题 而这些年 我们国的科学家 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那这个突破 到底会对我们国家和普通人 带来哪些好处呢 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人类通过钻探 对地球内部有了一些认知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 拥有万米陆地深钻能力的国家之一 随着对海洋认识的不断深入 人类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 从前海到深海 扣达上千米的海水 将地层隔开 原有的钻探技术已经无法使用 近年来 我国的科研工作者 通过自主创新 研发出新的钻探装备和技术 在南海水深2500多米的海底 成功开钻 那么深海钻探的难度究竟在哪里 这项技术的突破 将会带来哪些社会效益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海油研究总院的总工程师 李中 另外一位是中国海油研究总院的 高级工程师吴宜 石油 天然气 这个储备在国家战略上的意义是什么 可以回顾一下这几年 咱们国家的石油 天然气 对外溢存度 进口的油气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所以近年来油气对外溢存度 特别是石油已经超过了70% 天然气已经超过了40% 这就远超了咱们的境界性 很多人说我们国家不是有石油吗 也有天然气的储备 我们为什么每年要大量进口 这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呢 其实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 其实始终是一种赋煤 贫油 扫气 这是一个基本过情 另外咱们国民经济 确实发展到这个程度 对这些石油天然气的需求量 都在逐年攀升 你看冬天咱们整个华杯 群众的去难问题 天然气基本上我们 包括进口的LNG 也勉强能够保证 静静静静这个地区的 一个基本区断状况 我们其实是个工业化 还是比较发达的国家 对于这种石油 这种物资 包括天然气 这种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去年确实是 我们看到了华北地区 有天然气供应不足的现象 这是不是说明了 我们资源储备方面 不是那么充配 自己的储备和自己的开采量 实际上是保证不到这一点 那在海洋石油分配当中 深海占的比例是多少 深海在海洋 尤其这个资源总量里面 大概占个百分之七十左右 就七成都在深海 七成都在深海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深海钻井技术 不断发展去研究的 这样一个价值 深海跟潜海之间的 进行点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水深 来界定的 石油开采这个行业 有以三百到五百米以下 就叫前海这么一个范围 五百米到一千五百米 叫深水 然后再比一千五百米再深 就叫超深水 深度划分的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已经了解了 按海平面来讲 五百米以下算深海 深海钻井到底有多难 陆地的钻井和前海区的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因为到前海区吧 大家都是用固定式的钻井装置 你比如在道观下 木槐钻机 还有咱们自称式钻井平台 它基本上等于说 把海窗从底下的 搬到平台上来了 所以那个作业模式 和陆地上都比较相近 但这个深水就不一样 区别在哪里呢 深水水 你在用固定式的这个装置 基本上是没有条件了 你就在全部用的是 浮湿装置 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些装置 你隔着五百米 什么几千米的海水 首先你在空间上 完全是一种漂浮状态 而且这个深水区呢 大家都知道天积条件 风浪啊 还有大气方面 比如热带风暴 大家感受的 能看待见的 因为一到夏季了 电视台会经常 把那个台风云土 给大家展示出来 那个就是一个 抢热带风暴 还有一点海水当中呢 也有很多风险 这个风浪流 特别有一些暗流 比如说在咱们 南海的话 那还有内波流啊 其实也就是海水 附加给我们工程的一些影响 另外呢 深水区其实同样的沉积环境 上面是海水和上面是岩石 你想想这两个沉积环境 压实性和强度 到这哪个强 肯定还是 你想岩石一般 跟陆地有强一些 对啊 它的相同的沉积 陆地上比海底强多了 这其实就是 现在的 潜称很多地质灾害 这里是 各种沉积的 水 水 水 虽然可能 因为 天里 在湯 确 水 水 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风浪总是在海平面以上 因为我们看得见 但是在海平面以下500米深度下 感觉应该相对要安静得多 事实也是这样 会相对来简平静一些 正常风就是在海面以上 浪如果是常规的这种波浪 就是在海面来回十几米这么一个范围 流不是这样的 就是流是海面要更大一些 但是随着海水越来越深之后 这个流会变得要小一些 在海底呢 但是还是会有流 这个流是一直存在海底的 它一直在流 那这样理解 深海的钻井 是不是比前海显得要容易一些呢 还不是这个概念 前海钻井呢 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在前海的建了一个导管架平台 就是固定在海底的这么一个平台 深水用的是浮饰的钻井平台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装备 潜水不用的 叫隔水管 我们通过这个隔水管 去连接我们的井口和海洋的平台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复杂 是因为我们这几千米的核水管 在海洋里边 它都是受到分烂流作用的 洋流的波动 对 它就不像潜水 只有100米 受到这个分烂流的作用 我们这是成千米 这是叠加的 洋流的波动 它分层的 我们专业上来说 就是内波流 它就是在海水里面 继续分层 海面上有的时候看着很平静 其实海水下面 也是波涛汹涌 这很重要 对 一个是层流 一个是内波流 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见识过它的厉害吗 在我们钻探史上遇到过 表现出来最强的就是 我们南海 有一股中介的黑流的 它可以把你钻井装置 瞬间 退到几百米外 我们是怎么来屏蔽这些灾害的呢 就是钻井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海底下 是有一个防喷气的 这个防喷气是用来关井 就是说 一旦有这种比较恶劣的情况 我们是可以把它 像你打开一个瓶盖吧 能够把瓶子里高压汽水 盖在里边 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装置在里边 这个平台如果被吹了 被这个LAN推了 比如说几百米 对我们来讲 是不太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防喷气 跟隔水管中间 其实还有个特殊的装置 我们叫做隔水管下部总成 如果一旦发生这种 平台被推到很远的地方 它这个地方会 及时地跟我们的井口实现解脱 它就脱离开了 它脱离开之后 就是平台是平台 井口是井口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 这种比较恶性的事故 它是能够避免的 其实在我们的钻探史上 是出现过这种状况 但是现在我们深海装置上 比如我们都是用动力定位 有前置的预测预警量了 我们自己就根据控制系统 就可以把它预测时间 到底我们通过控制系统 把八个推进器 做一些姿态调整和逻辑的调整 等内波流快影响过来的时候 反例句就加上去 所以现在基本上对这种 栽性的流有一定的技术手段 去控制它 控制了 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本来是稳定的 在固定过程当中呢 你水泥自然放热过程 可能对它来说就是促使它分解 分解成水和甲烷 它这个时候就要溢出 溢出了之后 那松软地层啊 如果有一定的坡度 也都可能会发生一些坍塌 甚至滑坡 会把你刚刚建成的一些井口 会给你推倒 我们在深海去打井之前 其实我们会去做一项工作 我们叫做地质勘察 就是我们会去摸清楚 这地下到底有哪些可能 对我们钻井会带来的灾害 比如说有没有滑坡体 比如说有没有浅层气 或者是浅水流 地下有没有断层 有没有发育的 其他的一些 对我们钻井会产生风险的一些地层 我们在作业之前 其实是会做一个 非常全面的一个分析和研究的 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在设计这些井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技术上的手段 去规避这样的分享了 针对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 要解决的问题 包括井下 海水里面 然后地面 其实在作业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很多监控 意气 包括这个技术 比如说在井底 我们能够感知正钻的地层 如果有特殊需求 还可以潜探 就是钻头 前面几百米的一个 基本地质状况 我们都能做一个 大开的一个勘察 我们装备的也有一些 潜质的一些 传感器和探测设备 这样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能及时地感知 你们进入到这个中海油 到今天为止 你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吧 我这已经是二十多年了 二十三十年了 所以你们分别从自治上来讲一讲 这些年你们感觉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 首先我的感受 我是94年加入海油的 比较之后就在林荣包 就去咱们的东南中镇湛江 也是我们中国海油南方的一个重要基地 整个南海的作业就是他那开展的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其实说实在的看到的都是外国当作业者 我们纯粹提供老物 但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慢慢地我们中国还有一点自己的技术积累 和资金上的积累 这样的时候都开始一些自营作业 逐步的 但是开始自营作业的时候 海洋确实认识的不够清楚 技术上还比较 有差距 有差距 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我们的自身也在成长 公司也在成长 我们的海洋 尤其开南开发技术 也在同步地跟着成长 到今天基本上 无论是前海或者深海 都具备了这种自主作业能力 过去我们求人 我们只能做小工 做小工 今天我们是绝对的大工 大国工匠的这种感觉 您感觉这些年 小工跟大工的对比是什么样的 这个感受吧 我就谈一下当初 跟别人学的时候的感受 基本上一看你是搞技术的 那所有的方案 事实上只告诉你一个结果 你这样干就行了 另外你想看看 这个图纸想探讨一下技术内核的时候 其实人家是有点不太愉快的 不高兴 不太高兴的 要防着你 是的 但是现在走过来 这一路坎坷 一路探索 等自己的技术体系建过来之后 最后再给他们交流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了 对 不用看别人脸色了 另外一点 我自己能做了 有些关键领域 我们甚至做的比他们更好 我是一来就迈上了一个高台阶 十几年前 其实海游的技术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我十年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一来海游就在深水 那时候 10年在南海 那时候是国外的平台 我们在平台上去学习吧 而一个平台上可能也没几个中国人 大部分都是国外的作业队伍 之前都没有见识过 什么叫做深海 因为自己一直去研究深海 但真正去登到深海平台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讲已经是10年的事 然后我在14年 在我们中海游研究总院 我们就承接了第一个 就是咱们的自营深水游起点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年轻的人 年轻的队伍在做深海一号的设计工作 也是比较难 这些年我们的进步体验 在哪里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做一下简单的一个类比 你就拿着我们南海深水区 在一块的作业 对比一下 如果是过去几十年吧 至少20年左右 在深水区这一块作业的 都是一些外国社区公司 他们的投资呢 大概一库井有两三个亿的美金的投入 而且赚进速度 一库井也大概有个两三个月 现在我们掌握了技术了之后 我们自己的成本大概有他们一个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样的 时间也要比他们介约大概一半以上 这又是再一次在深海钻井 几件我们的中国做的 这是同样的地区 同样的作业 就这样一个比例关系 刚才你也提到了 我们的海上钻井技术不断地提高 可以达到五千米的钻井这个技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国际钻井平台上 也有这种施工的竞争力呢 我们自己的装备能力 水深来说 应达到了三千六百多米的水深 当然在这个海窗下面 还是能够钻金额 一万米 一万米左右 可以到一万米了 能力 就是三千多米的水深 再加上一万多米的地层 这个钻井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目前来说 我们中国海游的作业队伍 在国际上时间也走出过门了 在墨西哥湾 以及东北西非 还有英国北海那边 也都有我们自己的作业队伍 这意味着 过去我们要掏钱求人干活 改变成今天的 不仅自己能干了 还可以出去帮别人干 来替国家赚取外汇 可以这么说 然后之前我们还属于这种 跟着别人在学的技术 就好几十年前 然后现在已经从这个学习 然后到跟跑 然后到领跑 不能说所有的技术都非常领向 但是已经到部分技术 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标准 我们自己的中国海游的标准 已经是作为了起草人 我们是牵头了 然后已经成了 SO国际标准 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技术 已经从技术引进 到技术输出 然后到为国家再挣回钱 这么一个新的阶段了 那说到我们现在的技术实力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说的 深海这块 其实技术实力提前两个方面 一个是这些大型的海上工程的设施 这些硬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软实力 那对于硬的装备来讲呢 比如说我们从2012年开始 我们中国海游建立的叫深海舰队 这里边就有我们的半潜式的钻井平台 这样的一个大国重器 还有一些用于这种勘探的 深水的勘探船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程设施 还有去年我们投产的深海一号 我们叫深海一号能源站 这些都是海上这种大型的工程设施 这是我们的硬实力 深海一号汽田的开发 就代表着我们从常规潜水 迈向的这种超深水 这么一个大的台阶 这是硬实力方面的体现 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说的软实力 软实力可能不太好去解释 就可以看到我们 有些我们创新的技术之后 我们还能在国际上形成国际标准 这样的话让别人遵守我们制定的标准 这就能体现我们的软实力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这也是软实力的一个体现 我国深海技术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实现了从学习跟跑到部分核心技术的领跑 目前深海钻井的最大作业水深达到2619米 创下西太平洋作业水深记录 最大钻井深度超过5000米 压力超过70兆帕 温度超过175摄氏度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021年 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气田 深海一号已经成功投产 目前深海二号项目也正在积极推动中 目前这项技术领先的国家都有哪些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 基本上这第一波还都是说是在欧美这些国家 首先是美国 英国 挪威 像这些国家 目前我们深海钻井 还存在哪些技术上的壁垒瓶颈 还有哪些突破的地方 可以这样说 因为在走向深海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像我们刚才描述 前海深海超深海 这样一样它就是有一个台阶来 比如我们深海一号这个油气田投产了 它是一个常规的大气田 那下一步我们深海二号呢 又面临啥 它又面临一个高压 就是说你一个是长温长压的气田 到下一步再开发 我们就又面临一个高压 可能再往前走 甚至是是不是又来一个高温 像这样的 其实这些技术难题 就靠我们这些技术团队 一步的面对 一步的突破 一步的来解决 其实我们走向海洋那个路子 全是一帮自主研究 自主发展的一个路子 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 地下深层的原油失控 从井桶中喷出 在海面上炸开了花 整个深水地平线 瞬间成为火海 油井在爆炸大火中崩溃 一直喷涌了一百多天 造成大量原油流向海湾 不仅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也对海洋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为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深水钻井井控 及安全应急技术体系 成为了深水开采 又一重要的内容 我国在深水开发过程中 是如何应对 环境安全问题的呢 咱们这个深海钻井 我们在环境安全方面 是做了哪些考虑呢 我们在进行海洋油气 勘探开发过程当中 也基本上把环境问题 和安全问题 都是放在天字号的一个 首先我们在作业前 全部是按照整个作业的设计 全部按照国家相关的环保 发规和标准 来执行的 就是说 那像美国墨西哥湾 深水地平线 像那种灾难性事故呢 其实因为在整个 勘探开发历程当中 人类和自然斗争过程当中 像这些事 你并不是说 你努力了 就能完全杜绝的 其实当有这些 异常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有配套的一些 关键的应急装备 比如说我们的应急的 紧扣设施 还有水下应急风景器 其实我们现在国家 都有这整个应急体系的建设 也都非常完备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首先从这个工作上 是杜绝的 真是要是万一发生了 其实我们也有 重租的软硬件 技术手段去处理它 深海油气钻井 技术的突破 到底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好处 咱们为什么要 走向海洋 走向深海 因为陆地上的油气资源 事实上现在 勘探开发这个成熟度 都非常高了 基本上能探出来的 能轻易拿出来的资源 已经差不多 快拿完了 刚才又说了 海洋资源的 这个70% 又在深海 你想咱们国家 对外的 原油的益存度 就是大家 想自由自在地 开车处具旅游 新能源汽车 现在占的板块 还是比较小的 另外咱们家家户户 这些清洁能源 天然气 进口量 已经是达到了40% 这个多艳益存度 其实就是咱们的需求量 缺口 缺40% 你想这 其实就是 千家旺 请不吝点赞